帕多瓦到威尼斯仅需5分钟 超级火车设计协议已签署 这条消息也许会让生活在威尼斯 以及帕多瓦的街友们十分的高兴 最近意大利超级列车的计划在维罗纳已经签署 这个新项目的签署人 是可持续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Enrico Jolonini 威尼托大区总裁Luca Zaya和CAV首席执行官 Logo Di Barnardo 该计划名叫Hyper Transfer 主要是建设一种高科技的列车 连接威尼斯与帕多瓦 使两地的火车行驶时间 从30分钟缩短到5分钟 该计划将未来服务于物流和运输 可以说是意大利科技美好的愿景 从外观和汉人听闻的速度上 这似乎像是一个科幻小说 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这样的技术 该技术名叫Hyper Loop 它将客舱放置于一个摩擦有限 与空气阻力很低的一个可控环境中 可以完全低能耗运行 实现一种超高速的运输移动 并且火车的运行将仅靠电能 这将减少很多污染问题 如果成功这将成为欧洲第一个超高速交通路段 列车将以每小时1225公里的速度行驶 唯一的问题是 这是一项尚未获得专利的项目 因此需要很大的投资 意大利的目标是在2026年开始实施该项目 并在今年4月到6月进行招标 一旦招标结束 就进行可行性研究 预计在2023年6月之前完成 之后进入设计阶段 目前由于威尼斯至帕多瓦之间的路程不够长 超级火车的时速不能超过700公里每小时 行程只需要5分钟 而当下 普通火车走完这段路程需要33分钟的时间 该计划并不是仅实现威尼斯与帕多瓦两地 这只是最初的试点 未来将延伸到意大利全国其他地方 威尼托大区主席扎亚表示 利用了这项Hyperloop技术 未来维罗纳至罗马 也只需要25分钟 这将改变整个意大利交通系统 意大利政府的任景 一直都十分的美好和高科技 但财力和人力上仍需克服许多困难 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